大家好,又是我美聯物業加州商場分行的軒吞央 今天我又來跟大家介紹葡萄園的大屋 今次這間酒莊大宅,實用面積有3494呎 花園有3159呎 至於未來政府發展基建的不環線 就有一個牛潭美站供應 葡萄園就受惠到在附近 所以未來有鐵樓站供應的陽房群就會在我們這個區裏 這裏就POINT OUT了葡萄園在哪個位置 葡萄園位置於元朗 零燈口就可以出到中環站 加上屋苑背套入面就會有村巴 直接到Yohomo 大家見到現在這裏 其實就是葡萄園和牛潭美站的大概選址為止 未來發展基建的不環線受惠於哪些屋苑呢 就在這裏展示範園 葡萄園也是其中一個 屋苑本身設有大型會所和私家的大草地 可以供住客享用和灑落 因為大草地那裏可以給小朋友玩 和放狗用 現在就讓我帶大家進去的單位看看 一進到單位這裏 就是一個約八百尺 四點三米高的環島設計的客飯廳 這個設計令客飯廳的氣派和空間感比較十足 好 我們由飯廳再進去的話 就是一個大廚房 中間放置了一個大的Illand 方便了喜歡煮食的你 做各種不同的美食 現在這個就是屋的花園 3159尺 環島設計 非常健勢和好用 我們再上去一樓的部分 業主由以前的四房三套 加一個家庭廳 改為現時的三房三套 令到現時每個房間 都有大約三百尺的空間 現在就讓我帶大家去看看 每一間房的size 一個小的大約三百尺的空間 你可否喜歡 改成四十一間房子 或是六百尺的空間 走一一間房子 在四十二間房子 十二十一間房子 加起來 這個大約 十二間房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看完客房後是否非常健勢和好用呢 再上一層就會到主人大套房的部分 主人大套房大約有1200呎 現在給大家欣賞一下這間房的空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人房再進入 首先會有一個walk-in closet 之後會再進入廁所的部分 這間是大屋 雙升盤就是基本配備 浴缸上面還有skylight 還有做到乾濕分離的效果 整間房背著有一個山頭 私隱度非常之高 就算家屋前面看出去 都非常之開揚 今天我的介紹就來到這裡 這個就是我們分享的facebook page 裏面會有每日的流視資訊 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些詳情 可以歡迎打給我或者whatsapp我 多謝 謝謝